你只會覺得我二十歲還沒做什麼事 三十歲還沒做什麼事 你只是在care數字 你根本就還是不會去做 覺得就是在那個年紀做你適合做的事情 就OK了 嗨 GQ 我是昆達 今天來跟大家聊聊天 婚姻是件沒那麼簡單的事情 我二十歲的時候對於婚姻的想法 就感覺就像談戀愛一樣 樂園一樣的一個環境 在這裡面好像就只有快樂 要成立一個家庭 沒有想像中的這麼夢幻 二十歲先不要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的二十歲到三十歲 是一個非常精彩的十年 那時候剛離開了學生的生活 一下子來到了一個所謂的偶像團體 有很多人在為你尖叫 你只要準備好心裡面的那一部分 然後上台表演結束下台就好了 在這十年當中也演過很多不同的角色 所以說這十年對我來說是 開始慢慢的很多東西比較打開了 也比較認識自己 所以我會覺得可以再懂更多事情一點 不一定要急著這麼早結婚 也可以先談戀愛 我覺得花 女生都會蠻喜歡的 包包 特別有一直在講說那個好像不錯 那個東西一直不停的在提到 曾經逛街逛到哪一間店的時候 有特別拿起來看了一下或什麼的 對我覺得那個是必須要注意的 三十到四十這段期間我覺得 心情上面的平靜 對我來說現在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開玩笑說就是盡量不要記得自己什麼時候結婚的 你就不會記得說 哇七年了八年了 一直保持著一個很新鮮的狀態 在四十歲之後盡量讓自己沒有太多的疑惑 你要做一些是你真正的做完之後是很值得的事情 會有這種想法是因為之前 小鬼走了之後 我會看著很多人 對著他說 想念也好 讚頌也好 我不是說就是成功 但是我會覺得 嗯 如果以後我就這樣離開了 我也希望 有些人或者是 是可以這樣子在 看待我 所以我剛剛所說的四捨不惑 我會希望可以接下來做一些事情是 你真的是 認真想過然後 要去做做的一些事情 對是這個意思 反而有時候幫助別人是 一種快樂的方式 看著別人開心 有時候反而自己也會開心 二八二九的時候好像 我要三十歲了 然後有些事情 我還沒達成 他就要來了 那那怎麼辦 那你只是 confused在這個數字 你只會有一個想法是 我一直在變老 但是變老又怎麼了呢 3839我反而是 期待接下來 40歲之後的生活 就是 你真的覺得重要的話 就真的要去做 不然的話 一切事情就是 就是這樣過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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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yal 好 感谢观看